牛丸师傅和太太Kimi在太智经营日式串销店多年 原本生意蒸蒸日常 但经历疫情、移民潮、北上消费 小店生意受到很大打击 面对风浪,他们在咬牙关 将中间串销店转营做亲文革泰北面店 希望杀出一条血路 其实串销到中后期都蝕得挺厉害 其实当然会有旁忙 因为见到情况很不乐观 你问我自己,我觉得都要面对 如果你是要低头在哭 那件事都不会解决 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尽最后的努力去尝试可不可以继续生存 不转就一定不行 转了不知道行不行 乐观点 这家店主攻泰北慈名金面 秘制金酱是用上大量的 泰国新鲜香草和香料磨成粉末 再加入椰糖、鱼露、椰奶、椰浆炒成龙酱 这个金酱的秘方是来自泰国北部山区一个家庭 它的味道是很独特很香和有点回甘味 和坊间一般的金酱有点不同 炒这个金酱其实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要不停地重复去推它 因为不可以黏底也不可以过火 要拿捏的时间 要刚刚好就要起 因为这个金酱如果过了火它会苦的 如果未够它又不够浓烈的味 而且要不停地推 变成了手和脚都很累 都会有点痛、无损 但也没办法 都是完整的 如果你不做这个步骤 其实就不能够做到一致 要做到一样东西 味道要极致 其实一定要付出 可能是付出时间 付出你的体力 付出你的心机 但是放进口的东西 一定会吃得到 有不同 所以我们都要坚持着 每一样东西的出品 那个时候的方法 一定要一致 金酱用的面 其实我们都筛选了很好的间 直到找到中华剂 食内的面 其实蛋是非常香 和很爽口 老板其实很年轻 跟我们聊 他又很有限 他直接教我们 如何去酒简 如何令到面更好 预设一些时间 给我们去录面 令到他的面做得更好 他的心态就是 他都不想我弄坏他的面 近这两年 其实开关之后 其实是很严重 大家饮食也很冰河时期 那时候都知道是要转型 一直都不知钻物 其实都很大勇气 因为不是自己做开的一个范畴 我们保住的宗旨 都是跟日餐一样 就是希望就算一碗面 都可以做到极致 给客人 也都在价钱上 知道现在香港可能市道 大家都很悲观 或者很多大环境的因素 都不太好 所以我们都希望 尽量去平民化一点 希望大家都可以试得到 试得到 泰式清湯 其实很少很少人认识 我们都很希望 可以给香港人多一个选择 其实泰国不是只得算 也有我们这个泰式的清湯 清湯我们坚持就是每一天都要補 煮每一天的份量 如果埋光就停了 另外我们都是用最新鲜材料 大量猪骨去熬 每天大约要煮7-8个小时 就是为了每个客人来 除了吃好吃的面 希望这个汤也是一样好喝 我们的东蔭干涛 其实很多香港人都会误会 东蔭的味道 其实东蔭在泰文来说 它是代表酸和辣 并不是东蔭干涛的糖 东蔭干涛在当地 其实是一个很普遍 一些平民的拌面 其实它很开胃 很清新 而且吃饭都挺特别 很多客人试完之后 反应都不错 其实我们知道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裸服 无论汁水、汤底 很多都可以由一些现成的东西 令到我们工序上会减低 但是出来的口味可能就是很一般 或者很自己的独特性 所以我们很多执帐 全部都是自己去教出来 去打出来 包括那些饮品 泰式奶茶 我们都是自己去沖 去研究了一个独特的配方 希望可以适合到香港人的口味之外 亦都可以令到泰式奶茶可以和外面有些不同 尽量令到每一个客人进来 吃到我们的泰菜 不是一般能吃到 在这里才能吃到 我在吃这个金匠面 是牛肉的 我第一次试 其实它吃下去的感觉挺特别的 它辣得来有些少许椰子味 然后 質感也不会太稀 这个面有够大的 其实它很多东西都好吃的 它的汤粉最好就是汤底 清湯就没有味精 起码跟其他店银有些不同 冬饮工就 我不是吃得太辣的 所以它的口味就刚好 经营小店背负不少辛酸 牛丸师傅又面对着什么困难呢 睡觉真的睡得不好 有时候还睡到发梦 都是公司的东西 可能最大的感触就是 儿子 可能现在是完全没有时间去陪他 也很少时间 对于他来说 可能不是那么公平 其实自己的内心是很不好的 觉得他好像经常都没有人陪 自己也顾着上班 自己也顾着上班 这个是我觉得一个很愧欠的一种 反而你其他那些什么钱 或者什么东西 对于我来说 我都会比较看得开 但唯独是自己的儿子 其实这件事是时间尼補不到的 你不能说我扔给你了 这一样是令我最不开心的东西 太太Kimi在牛丸师傅身边 无怨无悔默默支持他 我们一起了十年 其实很老土就是一个爱字 我觉得真的 有时大家相处一定会有磨擦 或者各样东西 因为公司上实在太多东西 要顾虑要犯 那就是包容 我觉得是 还有倾诉 就是什么我们都会拿出来说 很少市公司我们都会说商量 这个也是一个相处之道 我觉得 其实都是默默地支持 互相扶持 大家努力 你们有没有觉得他为你 有什么牺牲 和你这些东西 有什么包容 他牺牲了很多东西 其实已经 为什么呢 例如他根本不是做这些行业 这个行业其实很辛苦 其实他以前是 可能有上班职位 他也是一个管理层 但现在来到这里 洗厕所都要做 拖地都要做 其实他付出了很多 其实我是知道的 当我有时候很疲累的时候 我都会想 有人比你更疲累 你都要做好自己 去报答回来 我以前开第一间铺 小小的时候 我已经说过一句话 如果有一天这间铺要倒闭 我觉得我们尽了我们的努力 那是环境不好的 我们都要坦然接受 那 没办法 很感谢我们 有一些 一直以来都支持我们的客人 由我们第一间小小店 去到上一间的串销 去到现在 他们都还 是离开 有离开 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动力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